看见这个双刀怎么做 把那个图片然后拖进来 版面我这边就做了一个A3的 就是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先做小图 然后打印测试一下 熟悉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做大图就好了 然后排版 间距6毫米 我把它删掉以后 删掉以后那时候 被冲的话很容易做一点 然后 这是一行四个 这一列是四个 然后把它全部框选 右键然后组合一下 然后页面集中对象 然后我现在就创建 那个切半头的那个路径 嘛 这边创建远和 就是 四列四行 先创建一然后点确定 然后把那个间距那个两个参数然后 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让这边冻到墨线 它就是冲中的了嘛 这边680268 然后把这个线把它第一个第一个这个切半头的线然后我们这边先让他这边他坐标嘛我们就是给他加一点啊把他这个路径让一天移到一边 这边 点错 选错了 你要选择路径 再次选择图片然后就是创建那个切断的那个 然后你这边就是切断我已经四个吧这四个然后就其他时候切断嘛 这四个是一块这四个一块那就是两列五行延长线一 然后点决定 然后点决定 把这个参数也加上 这边的话就是说这条线就全部切断了嘛切断之后我们选中这个线 然后这边选中也选中一个颜色 选中颜色然后鼠标右肩然后这线这个路径就变成蓝色了嘛 这边是切断的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就是切半头的 切半头然后跟切断线它是有点重叠的我们就是要把有的线给删除掉嘛 我就是双击双击之后然后这边变蓝之后我们选中最后先把最后二点四根线删掉嘛 你要不删掉的话它那线会重叠嘛就是就是有的线就会重复刻两刻两遍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删掉 就跟它跟旁边线定一码删掉就 这边是带点鼠标回来 这个就是切的是半头的就是只是把纸滑透一层嘛 你这个蓝色现在是切透切全头的嘛 我们先把这个参入再改回去嘛 然后点灰色这边就回到原味的套齐了嘛 然后我们这边就全部选中点天前标记点 这边就是默认就好了嘛 然后点应用 然后点那个循璧面输出 那这边就是有两颜色嘛 然后我们这边就点分色输出 然后我们这红色的是切的是半头的蓝色是要切拳头的 红色我们就红色的要切半头的就是先切就是一定要在上面 切拳头在下面 然后选中先切拳头半头的 然后点编辑 然后刀一我们刀一色半头 然后就是左边的刀就是刀一嘛 我就是设置半头 然后这边就是点确定 然后现在写设置拳头刀 然后点编辑 就是右边的刀 就是记在右边的刀 设置刀二就是拳头的 然后点应用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切半头一个切 切拳头的这两个路径做好了嘛 然后就保存一份文件 把材料放到位置嘛 然后把那个刀移到位置 刀一左边的刀一右边的刀二刀一是切半头 刀二是切全头的嘛 我们就把左边的刀然后落到那个 落到边点上面嘛 然后这边找文件 刀到这边 刀到这边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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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刀一点工作 然後切半套 先刀二公路切拳頭 這邊是半套跟前套 那這是半套 然後四周的是前套的 這是一個半套 好